HELLO GUYS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们的频道 让大家看我面前摆满了酸奶 大家要知道我们这回又是下了血本 给大家测试新西兰的酸奶 虽然大家看这个酸奶没有上过 我们测试饮料多了 因为本来酸奶的种类就比较少了 因为酸奶保质期本来也不长 所以我们挑了一些就是说 你在新西兰本地比较常见的几种 然后在测试算计之前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新西兰最近的大气氛 因为新西兰最近确实有很多的新政 在风口浪尖上 比如说工签 Open工签改成三年了 也不是全改成三年了 高学历 一部分改成三年了 但是具体的法规 具体的政策还没有出来 等具体法规政策出来之后 我们肯定会给大家做一期详细的解答的节目 然后还有一个是认为买房政策 禁止外国人买房 它已经签署了 然后差不多 两个月后失效了 有的人说两个月之后 有的人说两周之后 我也不确定具体什么时候实施 所以说 但这个法案已经落地生效了 已经落地了 已经签字了 还没有生效 反正再有一段时间就会生效了 反正这个大门再慢慢的关上 然后还有个观众在留言说 你们是不是在等新政 我俩是没错是在等这个政策 反正就是房子的我们一直在看 然后我们俩等新政 因为这个新政办出之后 房价肯定不会涨 它只能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持平 一种是跌 所以说我们俩也不着急买房 就在等 你可能 你感觉可能会涨是吧 大家可以在下面评论一下 你们感觉 可能会跌或者涨或者是平 反正我感觉是不可能涨 只能是平或者是下跌 这两种可能 米娅可能还会感觉 你感觉会涨 我说不好 这个东西再一个 我就觉得因为会议的问题 所以就很多事也说不好 现在是 反正我们俩决定再等一等吧 OK那说完了 新西兰近期的两个大新闻 我们就开始测试我们的酸奶了 OK那米娅先选择一下 我们先尝试哪个吧 我想去尝试这个 这个我没吃过 这是第一次新买的这个 我给大家看看这个牌子 对焦 对焦 阿门优菇 Good boost 阿门优菇 芒果味的 芒果和 芒果和 passion fruit 一共370克 才370个 这么小小的一盒 要7.5刀 就是所有这些酸奶里面 其实这 比这个都贵 但我觉得会很好吃 嘿嘿嘿 我要先尝一下这个 你尝一下 这里面是芒果和 passion fruit 这边酸奶好多都是加果酱的 所以在吃之前要搅一搅 哇 果酱好多感觉 感觉它这个还挺 挺细的感觉 一般这种跟果酱混的这种 一般都要先搅一搅 否则的话 第一口如果不搅的话 要么你就吃着没有味道 要么就太甜了 7.5 心痛 我可能不会买它 为啥 是因为价格的原因还是 不是 因为我不喜欢酸奶那种 胶感特别重的感 它就感觉有点 那种加增稠剂的感觉 不是那种奶味 反而不是很重的 你知道为什么它奶味不重吗 因为里面没有牛奶 为啥呀 它是diary free的 我说怎么不好吃呢 这个是 因为很多的人牛奶过敏嘛 但是 它也有吃酸奶的权利 是不是 所以说新西兰的公司 就发明了这一款酸奶 no dairy 它是 它是那什么奶的 那个 杏仁奶 杏仁奶 但是它没有奶 它就是15%的杏仁加水 所以它没有奶 不喜欢是吗 我不喜欢 就是我喝牛奶 我喝牛奶和包吃三米奶 我都喜欢吃全脂的 而且吃奶味比较重的 因为这样会很香 这个就是 牛奶过敏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它这个写的是 第一个就是no dairy 没有牛奶 然后第二个是plant based 然后probiotic life active cultures 意思就是没有牛奶 然后有植物的种子 然后是活性益生菌 蛋白菌 然后发酵的 然后我俩感觉 因为一点奶味也没有 所以说不太好吃 这个怎么说呢 就个人口味 就像我俩我比较喜欢偏爱 就是奶味比较重的 而是那个叫做的就是那种 就全脂的 对没有牛奶 所以说牛奶过敏的朋友 可以试一下7块5 但是它酸奶的益胜菌 促进消化的作用 应该和酸奶是一样的 只不过口感可能没有酸奶好 好吧 下一个你挑吧 下一个我挑 我挑这个 这个也是 我挑他挑这个 我脑袋就转了一下 希腊酸奶 大家应该都知道 吃过希腊酸奶吧 这他没吃过希腊酸奶 尝一口就知道了 狗啪辣盘 吃过希腊酸奶 taste of goodness 99%的 cow milk 牛奶 99%牛奶 哪有可以尝一下 然后剩下的就是 那个 life yogurt culture culture在这里不是文化的意思 就是 益胜菌 就是牛奶变成酸奶的那种菌 嗯 是一家吧 而且我买的是full cream 然后这个产地是奥克兰 full cream 就是全脂 全脂 没有低糖 没有哇 肯定不太好吃 这个肯定要配着分泌池 哇 大家看那个 就是 感觉没有那么的细腻 嗯 就是 就是一根 就是很成块的那种感觉 还是 是因为没搅匀 别别别别搅 别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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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别搅 你这上次吃过那种的 你尝一去 我不尝 这个我准备了 混着那个 蜂蜜 或者 混着 或者 或者 果 果 酱 吃 哈 你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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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了一时 一大掌 哈哈哈 因为他 没有糖 一点糖也没有 所以就是 纯纯的 酸奶 嗯 但是味道很浓 但是 很便宜啊 750克 只要 三刀 只要 三刀 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 商量 99%的 牛奶 我默默地 关上了他的 他的肝 就是 就是因为没有 没有拌点糖嘛 健康嘛 所以说 不太 好喝 但是酸奶的味道是有的 大家喝过那种老酸奶 就是 我要暴露你 又要说一个暴露年龄的事 老酸奶就是 我那有那种 就是 到夏天时候有 那个 陶瓷瓶装的 然后你喝完之后 你把它皮给它割回去 就那种酸奶 那个酸奶有点甜味 但是一点甜味都没有 就是相当于那个版本的去甜 然后加浓版 嗯 对 还多一 加糖的时候应该还蛮好喝的 虽然不好喝 但是加糖就好喝 加蜂蜜混着喝 就好喝 而且健康呢 下一个 加我的 嗯 我肯定选它了 平常刚都吃了两个味道 不太好了 我要好听口味了 反正吃到自己肯定喜欢这个 因为你看为什么买两盒呢 因为上回我们去超市 其实买了一盒了已经 然后这回呢 就又给买了一盒 不过也无所谓 我俩喜欢吃就吃了 那个是mixed berry 这个是rasberry的这种 覆盆子 然后这个是混合的 然后这里面有草莓啊 有蓝莓啊 有 覆盆子啊 Rasberry啊 反正就各种berry 挺难看的 我的妈呀 搅一搅 第一件事搅 搅搅搅搅搅 我就比较喜欢它 你看它这个 就很 很丝滑 你搅的那种感觉出来是吧 嗯 你搅的那种感觉 它很丝滑 就是它不是那种胶质感 也不是那种怎么说呢 我不知道它放不放增稠些 这种 但是呢 它是这种很细腻的那种奶香味 都已经出来了 这个味道就不用了什么了 因为 因为我们俩平时就喝这个嘛 嗯 我俩平时呢 就是这个和这个混着来 这个牌子 因为这个牌子就是比较 粘稠 更粘一点这个 感觉自己的味觉终于回来了 哈哈哈 就它很细很细 特别的细 奶香味很足 根本停不下来 而且果 它是它里面有那个 巴瑞的种子那种 果酱 颗粒的感觉 所以说说明它是真的是 有巴瑞的果肉的 而且是第一次我吃到这个酸奶的时候 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 特别的细腻 这个好像是我女同学的吧 这酸奶 这个酸奶是因为我一开始是我吃的 后来它以前好像是买这种是吧 因为这种便宜啊 这种贵啊 然后我每次都吃这种 然后后来给它说这个好吃 它尝了以后 觉得还真的是这样子哦 这个也是澳克兰产的 Making New Zealand 奥克兰 选个最小的吧 太很好吃了 真的是西西兰就是对自己生产的产品 就是特别的自信的感觉 所有的都是 然后它里面说的加了果酱 它都说的是Made in New Zealand 铺坏一个小 铺坏 铺 你每个人念的名字都可搞笑 铺坏 铺坏 这个名字叫铺坏 先摇 这个东西呢 一般我们会 如果像我把他拿回来的时候 不会先开盖出去 而是拿手这样摇 这有点小吗 因为不是小 因为它底下比较那种 怎么说 它不容易拿勺子拐起来 嗯 不容易拿手 手就这么拐起来 而且说不要好拿我冷却会先这么摇一摇 给大家看 现在是已经 刚才只是 上面一层有果酱 摇一摇就发现 整个都Mix的很均匀 喝钱摇一摇 喝钱摇一摇 压大压小 压大压小 已经Mix很均匀了 哇 有气 然后给大家拐一下下边的哈 我感觉这个会比那个稠一点 这个会更稠一些 然后呢 如果说正常大盒的话 我们会摇原因 就是说它这些东西 你拿勺上去搅的时候 其实不好搅的 因为我们其实 可能会更稠一点 对 因为我们在那边就放了一段时间 所以就没有那么 感觉没有那么凝固的厉害 很稠味这个 然后我都听到那个 被它咀嚼的那个种子的那个 声音了 相比而言的就是 它跟这个牌子 比的口感差的呢 就是它更加浓厚一点 而它也会更加的 它的味道更重一点 然后更加酸甜一点 然后我个人 我个人会更喜欢这一款 虽然它俩价格差不多 但是这一款的 我感觉它因为它果肉加特别多 所以说那个果肉里面的 种子的部分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个雅 就比较那个 那个果酱部分 就是颗粒度比较高 这个为什么 原因它会放 大概它会放个三分之一 有三分之一吗 有了 没有三分之一 差不多四分之一 差不多四分之一的果酱 然后呢 因为如果你们尝试过 这个吃过这个原味的话 就是把上面果酱扣开的话 它底下的那一块 那个白色的东西是没有多少味道的 它跟那个希腊酸奶有点像 但是更加粘稠 对 它就相当于这款酸奶的里面 加了果酱 然后加了果酱 它的口味会重一点 水果的味道会重一点 但是就是因为果肉很多 所以说没有那么细腻 但是这味道是好吃的 大家如果要是注重口味的话 注重水果味道浓厚的话 它如果注重口感细腻的话 它如果注重口感细腻的话 就是这个品牌 好 下个该你选了 这个吧 这个其实我偶尔也会买 就是当这两个的 我们都吃这个交替吃的差不多的时候呢 放过我们也会买这个牌子 勾美 嗯 这个牌子你尝尝呗 这牌子是勾美 然后我买的是coconut 就是椰子口味 哇 这盖子丝毫辣会是这样 哇 它感觉这个的也很细腻 对不对 但是你会尝到口感后 它没有那一款细 这个入口的话 但是看着也很细 对 但入口绝对没有 我已经闻到那个椰子的香味了 那这个给你先吃咯 是没有这个细吧 嗯 也不知道为什么看着是很细 但是 就没有没有那个蒜奶细 这个其实这个蒜奶 就是看着很细 但是呢 就是它丝滑度没有那么高 其实还好啦 比一般的蒜奶的细一点 对 但是它奶香味也很好 嗯 也很好吃 也很好吃 然后它里面有椰子的 纤维的 脆脆的还挺好看 这感觉 有点咸咸的 有点咸咸的酸酸的 然后 有点咸咸的这个口味 有2.8%的 Coconut Cream 嗯 有Pineapple 啊 这里面是Pineapple的味道 我感觉不是全Coconut的味道 没有那么甜是吧 没有那么的 Coconut OK OK 大家看下这两个牌子 我们一直说这个细腻 然后这个没有那么细 其他的没有那么细腻 给大家对比一下 实际它到底是如何的细腻 盛完之后甩掉 大家看这 完全的特别的细腻 没有一点颗粒的感 没有一点颗粒的感 然后我们再试一下这个 也是盛一勺 然后甩掉 大家看到一点一点的吗 大家能看到这吗 一点一点一点的 其他的酸奶都有 只有这个酸奶也没有 就是更具体的 能说明这个还是蛮细腻的 口感是蛮好 然后下一个盖铁楦了 那我就选它吧 这只 哇 哇 终于大盒 一公斤装 一公斤 One kilo 就这牌子比较会很常见 这个牌子 在那个一小方盒小方盒 给还带的会很常见 这俩还是属于最常见的 吸进来 就我刚来的时候 我Homestay mom给我准备的 也是这个小盒带的这种酸奶 但是后来我发现那款新大路之后 我就再也没喝过它 便宜又实惠 我买这个是斐济果桃的味道的 这个酸奶是Made in New Zealand北帕产的 就是和我们那个小黄车是一个产地的 也不是没有小黄车英国产的 只不过我们去飞到北帕买的 这个看着也挺丝滑的 是吧 它就很稀 很稀是吧 然后看着 哎呀哎呀 这个好稀感觉 一分钱一分货 你就感到它的这个胶感很重 还行吗 可能是 我之前喝的还挺好喝的 可能是被这些贵的货给 影响口感 还养的舌头比较挑了 它的就是 果肉没有那么的多 然后奶香 香也没有那么的醇厚 没有那么的浓 就相当于 就是贵的这种加水的感觉 你知道吗 不是贵加水 像 它奶含的 能尝试它奶的含量不高 然后就是 嗯 但是又很粘稠 真的 之前我买它的时候 我感觉还挺好喝的 这回 你是不是怪我 把你的口感给养掉了 对呀 你呀把我的口感给养掉了 贵是有贵的原因的 便宜是有便宜的 原道理 然后这个一公斤4块5 这个500克 只有它一半 就要5块5 是有差距的 但是它这一般会打折 打折的时候会稍微便宜一点 这个打完折也就 也得4块多 没有 最便宜的 我一般买的是4块9毛9 4块9毛9 好吧 那也是5块钱嘛 这个 它也有打折的时候 所以说日常喝的话还OK 就是口味没有那么浓而已 没有那么香而已 最后一个 我一般看盖子 它们这边就是这种绿色盖子 就意味着是 健康 有脱脂的 但脱脂 写的 low fat yoga 就是低脂 所以我一般不会买这种颜色的 这个yougar 我今天去那个 Condant看 就只有这种颜色了 只有这种颜色的 这个品牌就这个颜色了 有有深色的 就是盖子颜色不是蓝绿色 对我没找到 我找半天没找到 所以说我就买这个 然后还有就是 我觉得大家老吃酸奶 喝奶就要喝什么 当然除了说一些 因为因为生病啊 各种原因 你非得要喝脱脂的原因 就正常情况下来的 如果你去减肥还是喝脱脂的 我觉得 反而不健康 我觉得没有用 我觉得脂肪 我觉得牛奶中的脂肪 能有多少 再一个就是 它牛奶中的营养元素 很多都是脂溶性的 所以它就靠脂肪 去来做 消化 促进的元素吸收 然后它把那个给脱掉了之后 那你还不去买水呢 主要是味道不好喝 对 我每次看个盖尔克那种 这个就更像 那个果冻的感觉 是吧 这个是芒果味 芒果 你常来我在跟你说感觉 你说吧 就它看着呢也很丝滑 就它看着呢也很丝滑 入口第一口感觉也很丝滑 可是这个滑完之后呢 它不是那种 就 就现在假滑也滑一下就没了 然后呢剩下的就是 流过下那个香味 紧接着是那种灶感 也不是灶感有点 色感 塑料感 有点色感 然后就是瞬间在滑 那个滑一瞬间一过 我立马是做发色的感觉 嗯 而这一大桶一千克的价格只有3块9 所以说口感不OK 所以也 还要啥自行的事 说3块9 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啥 但是反正口感 没有很棒了 Metal Fresh的口感 没有那么的好 但是我感觉比这个好 但是我觉得可能有研究 这个Metal Fresh 它是做那个 它有牛奶的 它牛奶还记得很好喝的 它做牛奶也很棒的 纯牛奶也很棒的 所以我会建议买到全城的奶 来喝的这个吃牌 所以说我们尝完了 来总结一下 这个是我们俩最推荐的 不管什么口味的 蛮好喝的 蛮好吃的 然后 下一个就在拍 铺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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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它 我感觉是 蛮相似的一个产品 所以我这两个产品 我会交替着买这个是 但是就是 就是我俩最尝试的 然后下一个 你最推荐的是什么 这个 我感觉这三款产品都是 这个就是说 这款我也会买 高美 我也会买 高美 美食家 高美 这三款的包装 我感觉风格还蛮像的 有没有 这个不像 这个也像不像 反正 反正就是 这就是 一种感觉 一个设计师设计出来的感觉 就是我们还蛮推荐的 价格的话 属于中等吧 不算 最贵的是这个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牌子 和这两个 啪口是吧 嗯 然后下一个比较推荐的 剩下 我比较推荐是这个 我反正我第二推荐的是这个 第二阵阵 你感觉了 我没有推荐 我已经出药完了 因为它的口感 它的奶香味 99%牛奶的香味 和它的缺点 唯一缺点就没有糖而已 没有果酱 你可以买另外的买果酱加进去 它的口味还是蛮棒的 它的底子蛮蛮不错的 只不过是缺了点糖 对于我们俩来说缺了点糖而已 我是觉得比较麻烦 我太麻烦了这个东西 我还得现找一下分泌回嘴里边 然后就现弄 好处是健康 再一个就是 剩下的不推荐 剩下的不推荐 是吧 这再一个就是 它还蛮有性价比的 3块91000克 便宜又不那么的难喝 好 这个是 因为我们俩没有牛奶过敏 没有必要喝这种 No Jerry的 所以说它的口感感觉是 最不好 OK 那么今天的新西兰酸奶的视频的测试 就到这里了 然后这期视频我们主要讨论了 蒜奶的口味口感之类的 因为每个人的口感口味也不一样 所以说大家可以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新西兰本地的超市去品尝一下 但是对于质量的话 我们还是对新西兰的奶制品 还是蛮有信心的 OK 那么今天的测试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一起来关注 我们下期见 拜拜